别说了 别说了 啊 呃 藏友们大家好 这个先生拿了一个这个赏评 大家看看 从图片上看 我们看新的老子 因为呀 是这样啊 这个呢 在这个网上呢 我给藏友见识过 我说最好啊 咱们现场看实物 呃 为什么说呢 你看他这个气形 尺寸大小 包括鞋款 还有他绘画的文字 也就说 如果对的话 就是这个光绪官瑶 一般这种高度呢 大约在三十九左右 这全是标准尺寸 啊 你看 铁口 细径 啊 然后是 溜尖 古府 收径 像这种形式呢 就是一个光绪官瑶的形式 当然到底 这件东西对不对 我得 给自己去看看 来 我们看看鞋款 大清 光绪年质 六字 青花 凯珠款 看看鞋款 它的力度 然后再看看 胎脂 看 胎脂 看好了吧 这种呢 我们称为叫 这个 云浮纹 啊 扁幅 加上云浮 高度一般就 三十九公分 对吧 三十九左右 对吧 四十五公分 啊 对 三十九吗 左右 四十五公分 我基本上在晚上玩这种形式啊 是跟光绪官瑶的形式几乎一样 大步一样 但是我是最好上手看食物 看食物 看食物 有点烦嫩 啊 一般这块呢 我们大家从图片上看 确实跟真的 真品一样 但是 主要看什么呢 看它的胎脂 胎脂过于甘涩 啊 胎脂过于甘涩 而且 这种胎脂 胎有结构性的活动不自然 啊 甘涩不自然 鞋款 大清 光绪年质 这种如果说 呃 光看鞋款上 在外行来讲呢 应该说跟真品一样 但是呢 跟真品还是 有一些区别 而且这的 大家看 还有点小字块 这块 所以这件呢 呃 从这胎脂 还有表面这种 呃 粉料上 包括这筋 这件东西 就是一方米 方米 这件您花多少钱买的 别说了 别说了 啊 好嘞 如果真品的话 像这得三十万以上 啊 这点是一心的 嗯 嗯 这小玩意儿您得看 好 我得给大家看看这小玩意儿 嗯 像这得三十万以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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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